先生有什么事吗 别误会 其实我是想找你们经理 反映一下 刚刚那位给我们拍照的小伙子 服务态度特别好 先生 那就是我们天香楼的老板 哦 他就是你们天香楼的老板 没错 您看 要不您直接跟我们老板沟通吧 真没想到 这么大的天香楼的老板 竟然这么年轻帅气 关键人品还不错 忙活了半天一点脾气都没有 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在你这个年纪 都不知道在哪里玩你吧呢 先生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 我只是一个开餐厅的小老板 不能更年底 祝您用餐愉快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得了 这么年轻就能创下这么大的业 关键情深还高 真是难得 陈国富也点头表示同意 吃着远山菜看着绝美的西湖 心情也变得畅快起来 听说他们这边可以办贵宾卡 待会我们去办一张吧 行啊 办一张贵宾卡 每次来还能打折呢 这顿饭两人都吃得很愉快 烦心的事都抛出脑后了 给我们也办张贵宾卡吧 消费满两千才可以办贵宾卡 您还差五百多 再吃两回就能办了 人是活的 一看就知道您二位非常喜欢我们天香楼的饭菜 差几百没什么问题 我亲自给二位办卡吧 小九很快就替陈国富 办好了专属的贵宾卡 吃卡消费打八八折 您要是忘记带卡可以报与留的姓名 也是打八八折 谢谢 请问老板贵姓 年贵姓苏 谢谢苏老板 那我们先走了 祝老板生意兴隆 奇怪 总觉得这个男人看着很面熟 好像哪里见过一样 先生 刚刚接到区厂长的电话 说人身已经接不上了 您看要不要再联系一下霍总 看看能不能再买一批人参来 行 那我给霍总打个电话 陈总 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呢 霍总 我这段时间忙着 也没说跟你碰个面 我们俩喝个酒什么的 不妨是 这不 胃也不行吗 还是少喝酒为妙了 是是 对了 我老家那边 有几个药方 试制胃病不错的 我到时候 让师傅给你测一些药 试试挺管用的 陈国富记得自己家里 有些宫廷秘方 到时候回家找找 抄一个治疗胃病 能减效的 给霍明达治一下 也许能让两边关系变得更好 陈总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是不知道啊 我为我这个胃病 都不知道看过多少医生 吃过多少药了 不管用 就是以前跑业务的时候 落下的毛病 所以你就别费心了 虽说是两边的客套话 但陈国富主动提出关心她的话 霍明达还是很受用的 我这方子老 到时候霍总先试试 行吧 那就让陈总受累了 对了 霍总 我最近在加大生产线 人身库存 又不够了 你看能不能帮我 再联系一下供应商 看看有没有存货 可以 我帮你问一问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这边什么时候会断货 你还是要做好别的打算了 霍明达先是一口硬得很痛快 然后来个 但是敲打陈国富 让他明白 自己绝对不是他可以 一直依靠的进货渠道 想要有长久的发展 他必须自己有进货渠道 谢谢霍总 你看又让你费心了 不费心 对我来说就是打个电话的事 能帮到陈总我就很高兴了 不过我得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 再给你回复 陈总最近是拉到大投资了吗 没有多少时间 给陈氏了 好不容易研究出个新品 自然是把家底都压上了 哪有什么大投资啊 嗯 好 那就先这样吧 我去跟供应商联系一下 霍明达挂了电话 戏器盘算了起来 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古人成不起我 陈氏 这是要起来了 陈氏本来就是华夏的大医药家族 是被人算计才沦落之词 你要说北方派系的医药家族 除了陈氏 没有能看的 现在呢 整个乱象丛生 都不如越东一个乡镇更规范了 所以陈氏要是有朝一日再次起来 也不用大惊小怪 我只是算了一笔账 感觉跟我之前听到的有区别 霍总指的是 老去是我朋友 之前跟我在喝酒的时候说起过 陈氏的流动资金上可能有些不太灵了 还拖了半个月的员工工资 卖了那堆垃圾石壶 才把工资发了 按理说 员工工资真的不值几个钱啊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现在居然有钱可以推新品 老去是不会骗人的 那时候两家还没有什么理由关系 老去也是酒后吐槽 所以 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陈国富说的是真的 这一回真的是陈氏掏出家底 破釜沉舟的一击 只要等陈国富真的做起来了 我也可以谈谈入股合作的事 现在帮助陈国富有百利而无一害 霍明达想了想 便给小九拨了电话过去 喂 苏总 忙什么了最近 我最近都没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霍明达对小九说话 也是十分客气的 但是就变得特别简单 霍总别来无恙 我最近在忙着餐厅的事 搞点小买卖 刚刚还去帮忙理了理货呢 哎呦喂 苏总 你这百万身家的人了 还做这种事干嘛 顾俩阿姨帮着干干呢 我就是个干活的 不干点活还浑身不自在呢 就不顾人干活了 苏总你也太亲力亲为了 对了 我们年底的分红已经让财务再算了 等算出来给你这边打过去啊 太好了 这是要提前给我发大红包啊 正好最近需要去把天香楼装修的尾款付一下 这不钱就来了 当然了 大红包可不止这一个 之前苏总你送来的人参还记得吗 这边需要大量人参 你看你那边还有货吗 有多少货 我们这边都要 霍总 你也知道我们之江前段时间强降雪 别说人参了 就是冬损都不大爆的出来 小九周梅 现在他不太想送货给这家了 价格有点低了 要知道 老贩这边都卖到两千五了 这还供不应求呢 这家才八百亿公斤 你瞧瞧我这脑子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都没顾上问苏总一句 强降雪攒着有事没事啊 听这事问小九的所有产业 其实就是在问铁皮 石虎基地还建在吗 我建的基地你放心 除非鱼工要一山 不然不会有任何问题 顶多就是基地边上有点雪 我也喊人都清理了 里面的铁皮石虎还在好好地生长 那就好 苏总果然是有先见之明的 那就跟这边回了 你这边没有办法搞到人参了 对方是灵脉呀 还是干嘛的 加工出品的 要的量大 小九琢磨了一下 秋冬季节 大家进补的人多要的人参也多 但是一旦开春了 人参市场的热度也就降下来了 光靠中医院 很难解决赵家村这么多人的生计 手里还是得多几张牌 好说话一些 是这样 强降雪之后呢 人参挖起来也不大方便了 这眼看着又到了年下 人参已经在热卖中了 原来的价格是不可能给了 这个我能理解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价格 一千五 好家伙 一千五啊 原来才八百 这是直接翻倍了的节奏啊 也不知道陈国府吃得消吗 你去问问他 他又是能接受 我这边有一千金货 以此售出 要是不能接受那就免谈了 行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问 霍明达挂了电话 便马上给陈国府打了过去 说了小九的要求 陈国府也是惊讶到了 什么 一千五一斤 以前他要是遇到这种批发 比零售还贵的情况 他压根不会跟对方合作 可霍明达联系的人生 是这二八斤的极品野山深 属于稀缺货 现在就算是喊个五千 抢的人也是一堆堆的 要不陈总你再考虑考虑 没问题 一千五就一千五 我先要五百斤 那边定死了 一千金 必须以此全收 陈总要是拿不定主意 要不再想想 霍明达也感觉到了 陈国府的为难 行 那就一千金都收了 麻烦货总帮我去说一下 我还要预定一千金的货 你刚刚是说 要了一千金的人参对吗 是的 不止是要一千金的人参 还要预定一千金货 要一千金 还有预定一千金 霍明达都被陈国府的手笔吓到了 没错 打到霍总您的公司账户上 行吧 那我就这么跟他去聊 霍总 怎么样了 活久了 什么奇怪的事都能见到 有点意思 看来陈家这一番是真有要起来的意思了